哈利接下来的几周里都没有离开漏据 他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搭两人一队的奎蒂奇比赛上 他和赫敏对罗恩和金妮 所以他们正好旗鼓相当 而晚上则用来把维斯莱夫人摆在他面前的食物 每样都吃掉三分 如果不是预言家日报上每天登载的那些失踪报道 和奇怪的甚至是死人的事故 这个暑假还真算是一个快乐 平静的暑假 有时候比尔和维斯莱先生甚至在登报之前 就把新的消息带回了家 让维斯莱夫人感到不快的是 哈利的十六周岁生日的庆祝晚会被莱姆斯 卢平带来的可怕消息给绞了 卢平看上去显得乔推尔阴沉 棕色的头发里夹杂住许多白色 衣服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破旧 又发生了两三起射魂怪攻击事件 在维斯莱夫人递给他一大片生日蛋糕事 他宣布 而他们还在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屋里找到了一个 卡塔洛夫的尸体 黑魔标记被释放在小屋上面 坦率地说 我对他在抛弃了十死图的队伍之后 还能活上一年感到很惊讶 我记得小天狼星的弟弟雷古勒斯只活了几天 是的 好了 维斯莱夫人皱着眉头说 也许我们该讨论点别的 你听说了弗洛林 弗特斯库的是吗 莱姆斯 比尔说他正在被芙蓉用葡萄酒骚扰 那个开对角像里的冷饮店的人 哈利不安地插嘴道 感觉胃力空空的 他过去常让我免费品尝冰淇淋 他怎么了 被拖走了 从他的店的样子看是这样 为什么 罗恩问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盯着比尔 谁知道呢 他一定是怎么防害了他们 弗洛林是个好人 说到对角像 维斯莱先生说 好像奥利凡德也不见了 那个做魔杖的人 金妮震惊地问 就是他 电子是空的 没有挣扎的痕迹 没人知道他是自己走的 还是被绑架了 但是魔杖人们怎么买魔杖呢 他们可以到其他店里去买 卢平说 但奥利凡德是最好的 如果他们那边得到了他 对我们来说 可不是个好消息 在度过了这个阴郁的生日茶会之后 第二天他们收到了 霍格沃兹寄来的信和课本清单 哈利得到了一个惊喜 他被选为奎蒂奇球队的队长了 哇 我还记得查理带着这个的样子 罗恩快乐的检查住那个会章 哈利 真是太酷了 你是我的队长了 假如你还让我待在球队里的话 哈 既然你们已经收到这些了 我不认为去对角巷的时间 还能再往后拖了 维斯莱夫人看住 罗恩的课本清单叹息道 我们星期六就过去 只要那天你父亲不用再去上班 没有他我是不会去的 妈妈 你真的认为神秘人会藏在 利恒书店的架子后面吗 罗恩偷笑住说 那福特斯库和奥利凡德是去度假了吗 维斯莱夫人立即火冒三丈 如果你觉得安全问题显得很可笑的话 就待在家里 我自己去把你的东西买回来 不 我要去 我要去参观弗雷德和乔治的铺子 罗恩急忙说 那你就快醒醒脑子 小伙子 别让我觉得你太幼稚 而决定不让你和我们一起去 维斯莱夫人生气的说 一把抓起他的中九个指针 仍旧指着生命危险 将他稳稳地摆在一堆刚洗过的毛巾上 否则我也不会让你回到霍格沃茨的 罗恩转过来 不敢相信事地盯着哈利 他妈妈提起 装着那面摇摇晃晃的大装的洗衣来 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 我的天哪 在这儿简直连个玩笑都开不成了 但剩下的几天 罗恩没有在冒失地提到福地摩 在周六的黎明到来之前 维斯莱夫人没有再发过火 不过他在餐桌上仍显得很紧张 比尔要和芙蓉留守在家里 赫敏和金一再高兴不过了 他把一个满满的钱袋 从餐桌上递给哈利 我的在哪 罗恩马上问道 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本来就是哈利的 傻瓜 比尔说 我从你的金库里给你取出来了 哈利 因为现在公众得花五个小时 才能拿到他们的金子 妖精们大大加强了安全警备 两天前埃尔吉 菲尔珀特刚被一个正直探针 刺到了他的 好了 相信我 这是更简单的途径 谢谢你 比尔 哈利把金子装进兜里 他总是这么体贴 芙蓉一面青刮着比尔的鼻子 一面充满崇拜的用喉咕噜咕噜的说着 金妮在芙蓉背后假装做出呕吐的动作 哈利被玉米片耿住了 罗恩重重的拍了拍他的背 天空中布满了乌云 显得很阴暗 当他们系上斗篷出现在屋子外面时 一辆哈利曾经坐过一次的魔法布 赫派叫车已经等在了前门的院子里 爸爸能再次借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罗恩感激的说 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这时 照车正平稳的驶出漏区 比尔和芙蓉在厨房的窗户那儿向他们挥手 他 哈利 赫敏和金姨坐在宽敞舒适的后座上 可别坐上瘾了 这都是因为哈利在这儿 维斯莱先生转过头说 他和维斯莱夫人陪布里的司机坐在前排 前面的乘客座椅善解人意地伸展成一个双座沙发的样子 他被赋予了最高级别的安全防护 我们在破府酒吧还要和另一批警卫会和哈利 什么也没说 他不喜欢在一大群奥罗的陪同下买东西 他背包里还装着隐形斗篷 他想如果他对邓布利多起作用 那么就应该对魔法部的人同样适用 尽管他现在想到了这个 但哈利还不能肯定魔法部的人 知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件斗篷 你们到了 仿佛才过了一瞬间的功夫 司机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他在扎林十字街上捡了素 把车停靠在了破府酒吧的外面 我在门口等你们 能告诉我你们要待多久吗 两三个小时吧 我估计 维斯莱先生说 啊 好啊 他在这儿 哈利效仿维斯莱先生向窗外望去 他的心都跳出来了 没有什么奥罗等在旅馆外面 只有一个长着黑色胡子的巨大身影 那是鲁伯 海格 霍格沃茨的狩猎场看守 他穿着一件海狸皮大衣 愉快地看住哈利 没有在意麻瓜行人的一张张惊骇的脸 哈利 他粗声粗气地说道 哈利刚从车里出来 就被他用可以捏碎骨头的力气一把抱住 巴克比克维瑟文 我是说你一定要看看他 哈利能回到户外活动 他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很高兴 哈利揉着肋骨咧嘴笑道 我们不知道警卫指的是你 我知道 就像从前一样 是吧 魔法不想要送一群奥罗来 可是邓布利多说 我来就成了海格自豪的挺起胸 把拇指塞进口袋里 那我们进去吧 我们跟在你后面 茉莉 亚瑟 破釜酒吧里空荡荡的 这在哈利的记忆里还是第一次 过去的热闹人群里只剩下老板汤姆 他面容裤高 牙齿也快掉光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 汤姆满怀希望的抬起了头 可没等他说话 海格就严肃的说 今天只是路过 汤姆 你肯定知道的 霍格沃茨的事务 汤姆郁闷的点了点头 重新擦起了玻璃杯 哈利 赫敏 海格和维斯莱一家穿过酒吧 走到后面一个放着垃圾箱的冷静院子里 海格举起他粉红色的伞 在墙的一块砖上敲了敲 墙马上就变成一个拱门 通向一条弯弯曲曲的讹乱石路 穿过入口之后 他们停下了 朝四周望了望 对角像变了 摆着咒语书 魔药原料和干锅的光亮窗户看不到了 一张张魔法布的大海报被贴在上面 大多数昏暗 紫色的海报上都是放大了的安全建议 正是这个暑假魔法布派发的小册子上的内容 但还有一些是汇动的巨幅黑白照片 上面印住已知的在陶石死图 贝拉特里克斯 莱斯特兰奇正在最近的一家药店的窗玻璃上冷笑 有几个商店的玻璃被用木板钉了起来 其中就包括弗洛林冷饮店 另一方面 许多破破烂烂的小滩沿住路边冒了出来 最近的一个撑着有条纹的这阳棚摆在立痕书店的门口 前面钉着一块硬纸板 上面写道 护身符 有效的防御狼人 射魂怪和阴非利 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巫师正喋喋不休的 向每一个路人都竖着他怀抱里的 用链子串起来的银色标记 给你的小女孩来一个吧 夫人 她冲着维斯莱夫人嚷 不怀好意的盯着金腻 保护保护他美丽的脖子 如果我是在上班 维斯莱先生愤怒的盯着那个狐身符贩子 是的 但现在别去逮捕任何人 亲爱的 我们忙着呢 维斯莱夫人正紧张地查阅着一张清单 我想我们最好先去摩金夫人长袍专卖店 赫敏想买一件女士长袍 罗恩的脚踝都快露出笑袍了 你也要买一件新的了 哈利 你长得这么快来吧 每个人跟上 茉莉 我们没必要都去摩金夫人长袍店 维斯莱先生说 不如让海格和他们三个一起去 我们去利痕书店买他们的课本 我不知道 维斯莱夫人不安地说 显然正在快些结束购物的愿望 和让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这两者之间做痛苦的选择 海格 你觉得 别担心 他们和我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茉莉 海格安慰住他 挥了挥他那只像垃圾桶盖子一样搭的手 维斯莱夫人看上去并非深信这一点 但还是同意了分开 他和丈夫还有津津匆匆的赶往利痕书店 同时海格带着哈利 罗恩和赫敏去了摩金夫人的铺子 哈利注意到许多和他们擦肩而过的行人 都和维斯莱夫人一样匆忙和焦躁 没有人停下来交谈 购物的人都截住办紧密的待在一块 专注的买着他们的东西 看上去没有人是独自来的 也许我们都进去就狠起了 他们在长袍店外面停下脚步 海格弯下腰从窗子往里窥视 我就在外面守着 好吗 于是哈利 罗恩和赫敏就一起走进了商店 第一眼看上去屋子里似乎没人 不过他们刚一关上门 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从放满了亮晶晶的绿色和蓝色长袍的架子后面传了出来 我不是个孩子了 要是你没注意到这一点的话 妈妈 我有能力一个人买东西了 然后是一阵哥哥的响声 哈利听出了是摩金夫人的声音在说 好了 亲爱的 你妈妈说的太对了 现在没有人可以独自在外面走 这和是不是小孩子没关系 看你把别人别在哪了 一个脸色苍白男孩出现在架子后面 他长着浅金色的头发和尖尖的下巴 身上穿了一套暗绿色的长袍 这边和袖子口还别住闪闪发亮的别针 他大步走到镜子前检查自己 不一会儿就从镜子里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哈利 罗恩和赫米 他眯起了浅灰色的眼睛 如果你再疑惑闻到了什么气味 妈妈 那是因为有个泥巴种进来了 德拉克 马尔夫说 我不认为你需要那样的语言 摩金夫人拿着一只卷尺和一根魔杖 从架子后面急忙的走了出来 我也不想看到魔杖在我的店里被拔出来 他匆匆的补充道 看到站在门口的哈利和罗恩都用魔杖指着马尔夫 赫米站在他们俩后面轻声说道 不 不要 说实在的 这不值得 好啊 看来你们敢在学校外面施魔法 马尔夫冷笑道 是谁把你的眼睛打清了 格兰杰 我要给他们献花 够了 摩金夫人尖声说 转过头去寻求支援 夫人请 那希莎 马尔夫从一架后面慢吞吞的走了出来 把那些收起来 他冷冷的对哈利和罗恩说 如果你们在攻击我的儿子 我敢保证这会是你们俩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吗 哈利往前走了一步 盯着那张光滑 傲慢的脸 那张脸虽然苍白 可仍旧和他的姐姐长得很像 哈利现在和他差不多高了 去找几个食死徒朋友来把我们干掉 对不对 摩金夫人尖叫了一声 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胸口 真是的 你不能这么非难他说这么危险的东西 放下魔杖 求你们了 但哈利并没有放下他魔杖 那希莎 马尔夫令人厌恶的笑了笑 我看你是在邓布利多的宠爱下 对安全产生了一种错觉 哈利 波特 但邓布利多不可能总是保护着你 哈利嘲笑般的环顾了一遍整个商店 哇 看上去 现在他就不在这 你怎么不试试看 他们也许会在阿兹卡班帮你找到一件双人房 这样你就可以和你的丈夫团聚了 马尔夫愤怒的冲向哈利 可是却被自己过长的袍子给绊倒了 罗恩大笑了起来 你怎么敢跟我妈妈那样说话 波特 马尔夫咆哮着说 没事 德拉科 那希莎用他纤细白皙的手搭在马尔夫的肩上制止了他 我估计在和卢秀斯团聚之前 波特就见小天狼兴去了 哈利把魔杖举得更高了 哈利 别 赫米哀求着抓住他的手 努力的想使他放下来 想想看 你不能 你会惹大麻烦的 摩金夫人发着斗袋站了一小会儿 然后决定装作什么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没有发生 他朝着怒视住哈利的马尔夫弯下腰 我想左边的袖子还应该提起来一点 亲爱的就让我 他扯下袍子扔到摩金夫人脚边的地板上 你是对的 德拉科 那希莎轻蔑地瞟了一眼赫米 现在我知道这间屋子里有什么样的渣子了 我们去推尔菲特和塔厅店买吧 他们俩大步走了出去 马尔夫出门时狠狠地撞了一下罗恩 真是的 摩金夫人说 他抓起吊在地上的袍子 把魔杖的末端像吸尘器一样对住他们 把灰尘清理掉 他给罗恩和哈利量身裁衣的时候 显得心烦意乱 还把南乌的袍子拿给了赫米 最后当他居住宫送他们的时候 他似乎很乐意看到他们的背影走出了门 都买好了 海格高兴地看见他们都回来了 差不多 哈利说 你看到马尔夫母子了吗 是的 海格不感兴趣地说 但是他们不敢在对角像里犯婚 哈利 别管他们哈利 罗恩和赫米交换了一个眼神 但是在他们想要消除海格这个错误的乐观想法之前 维斯莱夫妇和金妮出现了 他们都抓着重重的一包书 每个人都好了吗 维斯莱夫人说 买了袍子 好的 那么我们再去弗雷德和乔治铺子的路上 可以先看看药材店和伊朗猫头鹰商店靠近点 现在 因为罗恩和哈利都不再需要上摩要课了 所以他们什么药材都没有买 不过他们都在伊朗猫头鹰商店给海德威和小钟买了大合大合的猫头鹰坚果 然后 维斯莱夫人一边每隔大概一分钟就查看一下手表 一边和他们往对角像的深处走去 寻找着弗雷德和乔治开的维斯莱魔法把戏店 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 维斯莱夫人说 所以我们只能看看就走 回到车里 靠近些 那是九十二号 九十四号 哇 罗恩停下了他的脚步 一起旁边灰暗 贴满了海报的商店大门来 弗雷德和乔治店里的橱窗首先映入了大家的眼帘 那里像是在搞烟火展览一样 偶然路过的行人回过头来看着橱窗 有几个甚至惊呆了 左边的橱窗上分类摆住吸引眼球的商品 有会站的 发出爆裂声的 闪着光的 会跳的 还有的会尖叫 哈利的眼睛都看滑了 右边的橱窗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 纸和魔法布的海报一样是紫色的 但是上面却用闪着黄光的字写着 为什么要担心神秘人 你应该担心的是 神秘灵 握住了整个国家的便秘感觉 哈利笑了起来 他听到旁边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 转过头看见维斯莱夫人正哑口无言的盯着海报 他的嘴唇冻着 无声的念着那个名字 声秘灵 他们会在睡觉的时候被谋杀的 他轻声说 不会的 罗恩说他和哈利一样也在笑 太棒了 他和哈利带头进了商店 里面全是顾客 哈利都挤不到架子呢 他朝四周望了望 抬头看住堆到了天花板上的盒子 这是双胞胎在霍格沃茨最后 没有完成的一年里做好的苏孝陶克糖 哈利注意到鼻血牛渣糖最受欢迎 架子上只剩下了被压坏的一盒 还有整箱整箱的恶作剧魔杖 最便宜的只能在挥动的时候 变成橡皮鸭子或者一条短裤 最贵的却能够追打粗心的使用者的脑袋和脖子 整合整合的羽毛笔 分为自动加墨型 检查判解型和自动回答型 热闹的人群里终于腾出了一个空子 哈利赶紧挤到柜台边 那有一群兴奋的十岁小孩 正在看一个木头小人慢慢的走向脚型架 他们下面的盒子上写住 可重复使用的柜子手对他念咒 否则他就会绞死自己 专利产品白日梦魔咒 赫敏已经设法挤到了一个柜台附近的展示品旁 他正念住一只盒子后面的双鸣 盒子上用鲜艳的颜色 画住一位英俊的青年和一位陶醉的女孩 站在海盗船的甲板上 一个简单的咒语就可以令你拥有一个高质量 极其真实的三十分钟白日梦 这适用于学校里通常的课堂上 事实上不会被发现副作用 包括面无表情和轻微流口水 彭麦给十六岁以下的人 你看赫敏抬头看了看哈利 这真是非常特别的魔法 既然你这么说赫敏 他们身后的一个声音说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个弗雷德 愉快地站到了他们面前 他穿着一件洋红色的长袍 与火红的头发很不协调 你好吗 哈利 他们握着手 你的眼睛怎么了 赫敏 都是你们那只打人的望远镜 他一脸愁容地说 哦 哎呀 我把那些给忘了 弗雷德说 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递给他 赫敏小心翼翼地悬开他 里面是粘稠的黄色浆糊 只要涂上它 那些余伤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消失 弗雷德说 我们不得不找到一种相当好的去伤药 因为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测试大部分的产品 赫敏看上去很不安 这个是安全的 对吗 他问 当然是 弗雷德爽快地说 快过来 哈利 我带你转转哈利离开了 正在往眼睛上涂江湖的赫敏 跟住弗雷德来到了商店的后面 他看见了一个摆着纸牌和绳子戏法的台子 麻瓜的魔术戏法 弗雷德高兴地说 他用手指住他们 可以像爸爸那样的怪人 你知道 那些喜爱麻瓜物品人 没有很大的转头 但这个生意却相当稳定 他们是非常新奇的事物 哦 乔治来了 弗雷德的双胞胎兄弟 精神饱满地握了握哈利的手 带他参观 到后面来瞧瞧 哈利 那才是我们赚大钱的地方 别把那玩意儿装进口袋里 就是你 你会付出比金家龙还要大的代价的 他警告着一个正把手 从一个钢子里抽出来的小男孩 那钢子上用标签写着 可使用黑膜标记能让任何人生病 乔治推开了麻瓜把戏旁边的门帘 哈利看见一个更暗 人更少的房间 产品的包装 整齐的排列在架子上 看上去压抑多了 我们刚开发了这一系列 更严肃的产品 弗雷德说真有趣 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做上这个的 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 甚至连在魔法不工作的人 也试不出一个像样的铁甲咒 乔治说 当然 他们没有让你教过 哈利 没错 乔 我们开始觉得铁甲帽 只是有点好玩 你想 你带着他要求你的同伴向你试魔法 然后等魔法弹回去时看看他那张脸 可是魔法部却为他所有的员工购买了五百顶 我们还在收到大笔的订单呢 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了一系列的铁甲斗碰 铁甲手套 我是说他们可挡不住不可饶恕咒 可是对小型到中型的恶咒 后来我们决定打入黑魔法防御术的整个领域 因为这真是个赚大钱的行业啊 乔治狂热的说 真酷啊 看 苏小黑暗粉 我们从壁鲁进口的 在你想快点逃跑的时候很方便 我们的右片雷管刚刚还想从架子上留下来 看 弗雷德指着一些怪模怪样的气敌形状的黑色东西 看起来真的在急急忙忙的势图溜走 你只要偷偷把扔一个到地上 他就会溜到看不见的地方 发出一声很棒的巨响 让你可以从容的转移针管用 哈利挺感兴趣 拿住 乔治抓起一对扔给哈利 一个长住金色短发的年轻女巫把头伸进门帘 哈利看见他也穿着洋红色的员工袍 外面有个顾客在找玩笑 干锅 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先生他说 哈利觉得听到弗雷德和乔治被称为维斯莱先生有点怪怪的 不过他们俩听到后马上大步走了过去 等住 威力迪 我来了 乔治迅速说 哈利你看到喜欢的就拿吧 全都免费 不能那样 哈利已经拿出钱袋准备付右偏雷管的钱了 你在这不用付钱 弗雷德坚定的说朝哈利的金子挥了挥手 可是你给了我们启动资金 我们还没忘呢 乔治的口气很坚决 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你只需要在别人问的时候告诉他们 你是在哪买的就成了乔治掀请门帘出去招呼顾客 弗雷德把哈利带回到商店的大厅里 哈利发现赫敏和金丽还在出神的看住专利产品白日梦魔咒 你们几个女孩怎么还没找到我们特制的神奇女巫产品呢 弗雷德问 跟我来 女士们 窗口旁边摆着一排鲜亮的粉红色商品 一群女孩子正狂热围着他们傻笑 赫敏和金丽都犹豫了一下 警觉的看住 就是那 弗雷德得意的说 这是你们能找到的最好的爱情药金丽怀疑的杨琴眉毛 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最长一次可以持续24小时 不过这个依赖于那个男孩的体重 还有女孩的吸引力 乔治又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不过我们不会卖给我们的妹妹 他加了一句 突然变得很严厉 他已经交上了五个男朋友 据我们所 不管你们从罗恩那里听到什么 都是一个大谎话 金丽平静的说 他俯身从架子上拿了一个粉红色小罐子 这是什么 十秒确保除斗计 弗雷德说 能出色的对付从街子 倒黑头的一切粉刺 不过别转移话题 你现在有没有和一个叫迪安 托马斯的男孩约会 是啊 我有 金丽说 而且上一次我看到他时 他还是一个而不是五个男孩 那些是什么 他指着粉红和紫色阴影下的一些长了毛的圆球 他们都在一个笼子底部滚来滚去 并发出高声的尖叫 诸如蒲蓉蓉 乔治说 微型的蒲蓉蓉 我们俩喂的不够快 那迈克尔 可那是怎么回事 我把他甩了 他是个糟糕的失败者 金丽把一根手指伸进笼子 看住诸如蒲蓉蓉聚拢在他周围 他们真可爱 他们确实相当招人喜欢 弗雷德承认 不过你换男朋友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金丽转过来插住腰瞪着他 活脱脱一个维斯来夫人 哈利奇怪 弗雷德居然没退缩 这不管你的事 还得谢谢你 金丽奇呼呼的转向罗恩 他刚刚抱着一堆商品出现在乔治身边 没有对这两个家伙编我的故事 三个加龙 九个希克和一个内特弗雷德 检查住罗恩手里拿的盒子 付钱 我是你弟弟 你拿的是我们的商品 就三个加龙 九个希克吧 那个一个那特就算了吧 可我没有三个加龙和九个希克 那你最好把他们都搁回去 不介意的话请放回到他们原来的架子上 罗恩把几个盒子摔在地上 咒骂着朝弗雷德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 不幸的是 这个举动被恰好那时候进来的维斯莱夫人看了个正主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那样做 我就用咒语让你的手指沾到一块他眼里的说 妈妈 我能买一个诸如蒲蓉蓉吗 金丽赶紧说 一个什么 维斯莱夫人警觉的说 你瞧他们多可爱啊 维斯莱夫人走过去看诸如蒲蓉蓉 哈利 罗恩和赫米马上看见了本来被挡住的窗口 德拉克 马尔夫独自一人在街上急匆匆的走住 经过维斯莱魔法把系电的时候 他转过头瞥了一眼 几秒之后 他就从窗户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在想他妈妈去哪了 哈利皱起眉头 看样子被他甩掉了 罗恩说 可是 为什么 霍米说 哈利什么也没说 他正在努力的思考 奈西莎 马尔夫不会愿意他的宝贝儿子离开他的视线 马尔夫一定是费了一番功夫 才摆脱了他妈妈的控制 以哈利对马尔夫的了解和厌恶 他相信马尔夫一定不会是为了去做什么好事 他看了看四周 维斯莱夫人和金丽正弯腰看住 诸如蒲蓉蓉 维斯莱先生正高兴的检查注意包 被麻瓜做了标记的游戏 纸牌弗雷德和乔治都在招呼顾客 窗外海格正背对住他们站住 仔细盯着街道 到这下面来 快点 哈利把隐形斗篷从包里拿了出来 哦 我不知道 哈利 赫敬犹豫的向维斯莱夫人看去 快来吧 罗恩说 他又犹豫了片刻 然后急忙蹲下于哈利和罗恩一起躲进了斗篷下面 没人发现他们消失了 大家都被弗雷德和乔治的产品给吸引住了 哈利 罗恩和赫敏尽可能快的挤出门 但是当他们成功的走到街上时 马尔夫也早就同样成功的消失了 他朝那边走了 哈利尽量低声的说 伊始正在哼住小调的海格听不到他们 走吧 他们一路匆匆的走住 东张西望的盯着一家家商店的门窗 直到贺民指着指前面 他在那 对吗 他低于道 左转了 真意外 罗恩悄声说 此刻马尔夫往四周看了看 刘静帆倒向不见了 快 不然就跟不上他的哈利家快乐步伐 我们的脚要被看见了 赫敏焦急的说 斗篷在他们的脚踝边飘着 现今三个人都藏在斗篷下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没关系 哈利不耐烦的说 快点 但是翻倒向 这条充斥着黑魔法的小巷 此刻却荒无人尽 他们经过商店橱窗石像里面张望 但是没有一家店有人光顾 哈利猜想在这么危险的和可疑的时期 没人敢去买黑魔法物品 或者至少被发现去买 赫敏用力掐了一下哈利的手臂 哎呦 嘘 他 他在那 他对哈利而语道 他们已经到了翻导向里 哈利唯一光顾过的那家店 伯金伯克 里面出售着各种各样的邪恶物件 在那些装满偷骨和就瓶子的箱子中间 德拉克 马尔夫被朝他们站住 旁边就像是那个哈利 曾经为了躲避马尔夫赴死而藏身其中的大黑橱柜 从马尔夫挥动的手来看 他正在激动的说着些什么 商店的经营者伯金先生面朝着马尔夫 他是一个长住一头油腻头发的驼背男人 此刻脸上正露出既恨又怕的奇怪表情 要是我们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就好了 赫敏说 我们能 罗恩激动的说 等一下 该死 他扔下几个手里的几个盒子 摸索出最大的一个 伸缩耳 看 太妙了 赫敏说罗恩解开厂长的肉色戏声 把他们放到了门底 我希望门没有被念抗扰咒 没有 罗恩愉快的说 听 他们把头凑到一起 专注的听着戏声的这端 马尔夫的声音很大 很清楚 就像听收音机一样 你知道怎么修他 也许吧 伯金很不情愿的承认 不过我需要看看他 为什么你不带过来呢 我带不来 马尔夫说 他必须原地不动 我只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哈利看见 伯金紧张地填了一下嘴唇 可是 没有看到他的话 我必须说这个实在太难了 也许根本不可能 我没法保证任何事情 没办法吗 马尔夫说 哈利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他在冷笑 也许这个会让你更有信心 他走向伯金 身体被橱柜挡住了 哈利 罗恩和赫米挪向一边想看到他 但是他们只能看到伯金 他显得非常害怕 如果敢告诉任何人 马尔夫说 你就会得到报应 认识分立 可雷巴克嘛 他可是个好朋友 他会一遍一遍地造访你 以确保你对这个问题 百分之百的重视 没必要 这由我来决定 马尔夫说 好了 我最好还是走吧 别忘了把那一个藏好 我还要的 一许你现在就把他带走 不 我当然不会 你这个蠢货 我在街上拿着这东西成什么样子 你只是别把他卖掉了 当然不会了 先生伯金深深地鞠了一躬 和哈利曾见过他对卢秀斯 马尔夫鞠的躬一样深 别对任何人提这事 伯金 包括我母亲 懂吗 那是自然 自然 伯金躬农住 又鞠了一躬 随后 门铃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马尔夫正好狼手阔步地走出来 看上去悠然自得 他经过哈利 罗恩和赫米什离得如此近 连斗篷都飘到他们的膝盖上了 在店里 伯金仍僵在那 脸上殷勤的笑容消失了 他看上去很烦恼 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罗恩轻声问道 把伸索尔卷起来 不知道 哈利在冥斯苦想 他想修什么东西 还想在店里寄存什么东西 你们有没有看见 他在说那一个的时候 指的是什么东西 没有 他被橱柜挡住了 你们两个留在这 赫敏低声说 你要坐 但是赫敏已经从斗篷下面 钻了出来 他对住橱窗玻璃的倒影 理了理头发 然后大步迈进商店 又拉响了门铃 罗恩赶紧把伸索尔放到门底下 并递了一根细绳给哈利 你好 早上天气真糟糕 是不是 赫敏高兴的向伯金打了个招呼 后者没有回答 只是怀疑的看住他 赫敏一边愉快的哼住曲子 一边在杂乱无章的物品中漫步 这条项链卖不卖 他在一个玻璃盒子旁边停下来问 如果你有一千五百个加龙 伯金冷冷的说 不 我没带那么多钱 赫敏接着走 那么 这个可爱的摁头骨呢 十六加龙 那么这个是出售的 不是 给人保管的 伯金协助眼看了看他 哈利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觉得他已经猜出赫敏的意图了 很明显赫敏也觉得自己太吞吞吐吐 因为他突然冒失地说了起来 是这样的 那个刚才在这儿的男孩 德拉克 马尔福 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想送给他一件生日礼物 不过如果他已经在这里预定了什么东西 我不想送给他同样的东西 所以 在哈利看来 这可真是个别角的故事 显然 伯金也这么想 出去 他尖声叫道 滚出去 赫敏不等他再说 就在他的追赶下逃出了商店 门铃再一次想 伯金在他身后猛的关上店门 挂起了停止营业的牌子 不错 罗恩把斗篷又劈到赫敏身上 值得一试 不过你做的稍微有点明显了 好 下次你来做给我看 神秘大事 他立声说 罗恩和赫敏再回 维斯莱魔法把西店的路上一直逗着嘴 到了店门口 他们俩不得不停住了 以免被维斯莱夫人和海格发现 他们看上去很焦急 显然已经发现他们三个不见了 进了商店之后 哈利把银星斗篷收到了背包里 加入到赫敏和罗恩之中 他们两个正面对维斯莱夫人的责难 坚持说他们一直都待在后面的房间里 是他自己没看见罢了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买走 来看看